大家晚上好啊 非常感谢大家 每周比较准时的八点钟 在我们的网课上 还能够跟大家去交流沟通 所以非常开心 大家这么晚也比较辛苦 还在学习中 所以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每一次我们都有一些进步 今天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 还是在question问卷 或者是填的打字的问题里面 输入我们想要了解的内容和信息 那么我会在最后的十分钟 给大家进行一些解答 如果是有不正确的地方 大家也是做一个参考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可能是做到百分之百的一个正确率 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专家 包括我本人也是有赚有赔 所以只是给大家做一个 我们从机构 或者是获得更多信息来源的 这一群人手里 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 可以把我们比做成正规军 那么正规军打仗的时候也有败仗 但是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那么风险呢 金融风险啊 始终是每次都要强调啊 这个是毋容置疑的 那么我们做的这些投资啊 尽量要把资金分散一点啊 不要说是全部都压在一个股票上面 或者压在一个外汇产品上面 那么这样的一个风险就太大了 当然了就像大家小时候啊 我们对吧啊 就说学习任何的科学知识一样 当我们的学习的东西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啊 比方说数学英语 或者是呃 我们发现物理化学 那我什么都学 包括历史也学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抗击风险的能力就更强了 就尽量把我们的资金啊 分散到不同的行业里面去 不同的金融产品里面去 包括房产 包括股票 包括外汇 包括黄金期货 那么这些呢 当我们一点也不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要少量的啊 或者是我先学习 我先少量的拿几千块 一万块去试 那么大部分的资金呢 还是放在我保险的地方 像我呢 就会有两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资金呢 就是我当我没有更好的投资产品的时候 比方说像现在银行利息存款 大家都知道很低嘛 那这些钱我短期啊 可能偶尔会用 但是呢 我现在可能这几天我不会用 那么我就会放在比较保守的一些投资产品上面 比方说大家所了解的一些金融类的股票 或者银行类的股票 或者说是一些波动比较小的 像澳元对新西兰的纽币这样的一些产品上面 那如果是中长期 我这些钱不需要用啊 但是呢 我又不想风险太高 我应该投什么呢 我们就应该投一些指数类的 那么我们杠杆这样低一点啊 不要用杠杆 或者是杠杆低一点 那我们去拿一个中长线的指数类的 类似于被动投资 所以说呢 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资金情况和什么时候用钱 我们把自己的资金呢 分成两部分 长期的和短期的 那么大头和小头都分开 这样的话 我们对于每一个产品去试的时候 比方说黄金啊 现在黄金很火 快到1800美金了 但是我之前没有交易过啊 这个黄金我又看不见摸不着 感觉没有安全感 那我就拿个几千块试一下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迈出第一步 很多人呢 从年初到现在啊 尤其是在三月四月的时候 我们喊破了嗓子 让大家去买股销 很多人都没有买 那么当然也有 二月份 三月份 一月份 提前进场的 但是呢 我们回过头会发现啊 那么市场总是会给我们机会 当我们今年遇见了危机 我们亏损了 但是危机后期 我马上就能把资金弥补回来很多一部分 那如果是下一次再来这样的一个风险的时候呢 我们能第一反应 把自己的风险降到 最低把损失降下来 并且呢 把风险真正的当做成机会 而不是说我们每次看待市场 就像读书一样啊 我小时候上学 每次我感觉我什么都会 老说你怎么不好听课啊 我说我基本上什么都会了 但是一考试就完蛋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书的时候 当我是开卷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我什么都会 因为我很有安全感 但是当B卷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试卷 就相当于现在的资本市场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呢 我们就要去做题了 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实战的话 那我们肯定是 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评估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投资能力的 只有当我们不停的犯错 不停的试错 然后呢一步一步往前迈进 我们的投资能力才会有提升 我们不想要求也不建议啊 就是大家把自己当初当作成一名基金经理 或者是啊 要投资管多少钱啊 不需要 我们就是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把它努力的耕耘好 那把我们的家庭的资金呢 保护好 这个呢 我认为是在未来三到五年内非常有必要的啊 现在大家都知道 整个金融市场上印钱印的特别厉害 但是钱呢 是给有准备的人去的 今天呢 我还和一个朋友聊天啊 他是做这个生意的 那么说这个每天啊 赚几百刀啊 几百澳币 那么也不多 也不少啊 不到一千澳币 那么还不如买阿富特佩呢 阿富特佩从八块钱的时候 涨到了六十八块钱啊 那么基本上你投个两万块钱 对不对 我相信两万澳币 大家都拿了出来 变成了十几万 那么今年一年 基本的一个收入就有了 但是呢 很多人是没有啊 去赚这么多的钱 没有翻七倍 包括我本人也不可能翻七倍啊 这个我觉得除了有内幕啊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但是呢 我们在经历了这一次上涨之后呢 我会发现 什么样的股票 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能涨七倍的 我们就去挖掘去发现 当我们盯住了他 我们参与进来了 我们才会真正的去执行下一次的计划 把它落地啊 不是空空喊口号 那么在澳洲呢 很多监管呢 是咱们澳洲的资金监管啊 是比国内要安全很多啊 所以说呢 很多新老朋友呢 都能够比较放心的在购买资赚钱啊 那么赔钱也很开心 赚钱也很开心啊 赔钱获得知识啊 那么交学费赚钱呢 当然大家开开心心的 也能顺利的把钱取走 所以说呢 在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里面 还是风险比较低的啊 之前有一家啊 叫Fore City的公司 那么啊 在澳洲华人界里面 可能啊 十年前五年前的人都知道 那么这家公司呢 已经是离开澳洲了啊 就因为监管的不允许 他继续在澳洲进行金融从业 所以呢 合规性一直是澳大利亚金融监管方面 比较严格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啊 是从这个老干妈开始 啊 我先把我的这个各种软件关一关啊 这个在家办公啊 所以说电脑上打开的东西比较乱 啊 我把它都关掉 给大家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这个大家有问题啊 就在question里面一定打出来啊 有很多人说不能假设吧 没太听懂啊 我们就是先从老干妈开始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老干妈的故事 非常厉害 非常有才华 三个人伪造了老干妈的印章 和中国的腾讯签了合同 这个合同竟然价值1600多万人民币 啊 全网人民现在都在嘲笑腾讯公司啊 就是我们用的微信 那么都是腾讯开发的 包括我们之前kq啊 都是腾讯旗下的 腾讯竟然能这么惨啊 被几个人啊 伪造了老干妈公司的印章 老干妈是什么呢 我相信在澳洲的华人都很熟悉 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吃的就是老干妈 加一点面条啊 基本上就一顿饭了 那么右手边呢 就是老干妈的一个招牌辣椒酱 所以呢 就很有意思啊 中国人靠嗑个萝卜渣 然后呢去盖渣 然后跟腾讯竟然能签合同 这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造假成本 和在金融领域的一个影响 那么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造假成本是非常低的 啊 怎么说呢 就是很多东西啊 你上网去搜一下 然后呢 很多信息是没有联网的啊 那你就可以有这个造假的空间 很多中国的上市公司呢 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去碰呢 尤其是不要碰海鲜和养殖类的造假类的 因为造假的太容易了啊 包括这个海鲜养殖场啊 上市公司 那么养着养着海鲜 说自己的海鲜都跑了啊 你说他都跑了 你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海鲜都养在水里了 对不对 你说你养了三文鱼 三文鱼 结果全跑了 那你找谁说了一些 那然后养了一群猪啊 然后猪得病 全挂了 所以说呢 在中国千万不能碰的东西呢 千万不能碰的公司呢 就是这个畜牧业和养殖业 这个呢 是坚决不能碰的 因为水太深了 就是造假成本啊 那么还有就是最近中国非常火的叫 瑞幸咖啡啊 那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 这个公司呢 也是造假 怎么造假呢 它是我们去这个取餐啊 去这个餐厅吃饭 我们都知道 一个号码牌 下一个号码牌 基本上都是挨着的 比方说我排到66号 那么下一位就是67号 比方说在座的 大家听众就是68号 对吧 它是排下来的 结果瑞幸咖啡 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他知道资本市场会对他的消费 对他的这个消费者的一个人群数量进行调查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单号啊 66下一个是68 下一个是90 下一个是91 92 下一个又变成95了 他就是一个随机打乱的 但是在账目上显示的呢 依旧是从12345678啊 开始一个一个的往后排 因此呢 会造成了他的实际的销售额 比他财务上造出来的要小一倍多 那么这家公司呢 也是被这个审计过了啊 那么审计当时也是出了很大的娄子 所以说呢 在中国目前我们去买个股的公司啊 大家一定要擦亮眼镜 那么在澳大利亚的话 造假成本就非常的高了 像之前的Vestec这家公司 那么他出现了一个财务上的口 丑闻啊 同样是科技类的公司 到现在的表现都没有APX和 AFT PAY两家公司的表现好 因此呢 澳大利亚人民呢 对这个 在金融和经济啊 以及企业的一个角度上来讲 对造假的问题呢 是非常厌恶的 另外呢 再说到这个AFT PAY 他也是做这个先买后付的 那么在澳洲呢 他就有点像P2P公司 只不过呢 大家用了他的钱 那么必须要还上 不还的话 那么信用评级的这个风险呢 和联网导致的结果呢 都非常的严重啊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 信用体制相对澳洲来讲 不是那么健全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去筛选股票的时候 要避开这些雷区 而在澳大利亚 我们给公司做投资价值参考的时候 就可以把他的信用评级 和他的信用啊 以及呢 他信用附加值 带到公司的股价里面去 啊 所以说呢 两个国家的公司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对比 中国公司呢 是要把很多行业里面的信用 方面啊 背书要做减法 而澳大利亚是要做加法 这个呢 不是说市场的好坏 只是市场的成熟与不成熟 那我们知道中国从过去30年 淘宝造假 到现在的拼多多上面是有假货的 而淘宝的假货越来越少 他都需要一个过程啊 所以说没有好坏 但是拼多多现在卖假货 卖的这么猛烈 但是呢 依旧是在美国资本市场上 股价疯涨 我们这里也可以交易拼多多的股票 从啊 30多涨到了现在70多块 所以说呢 资本市场对于一家公司呢 他会相应的按照信用的风险 以及信用的一个评级 不停的给他做加法和减法 那么在澳大利亚 我们可以放心的 给所有的澳洲企业做一个加法 这个呢 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讲的第一点 就是要确立 我们在澳洲本土企业 投资的一个信心 这个呢 就是豆鹅渊啊 腾讯很惨啊 现在 那么今天澳洲股票的一个表现呢 就是afterpay是最亮眼的 大家也相信也知道我是在60块钱左右 60块 基本上59块58块呢 就开始空 做空 afterpay和同类型的一个公司 那么现在呢 也是亏的一塌糊涂啊 没有多惨 也就是10%的一个亏损 那么这个呢 就是跟大家讲啊 我们呢 也会犯错 但是呢 我们会把我们亏多少钱啊 把我们做什么价格做的事情 跟大家讲清楚 那我们吃亏了 肯定是不能让大家吃的亏比我们多 所以呢 我们既然错了 我们就要反过来去思考 那么现在到底是我们错了 还是市场错了 其他公司呢 就是右边下跌了啊 像这个webjet 还有sxl 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回调啊 那么目前呢 这些受疫情影响的股价呢 下跌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呢 基本上又可以考虑第二轮的一个抄底了 那么 左边这一栏上涨里面呢 CJC啊 还有这个wtc vistech呢 都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啊 我们其实炒股票不用炒太多啊 我们关注那么两三个三五个不同行业的 然后价格跌到一定程度 我们买一些 只要他不能倒闭 那么价格上涨的比较多的啊 我们像afterpay这种 如果觉得他的估值有问题 我们就要研究一下 那么到底是谁错了 那么afterpay这家公司呢 不得不说这个年轻人是目前到今天为止澳洲最成功的啊 就是在投资或者经营能力上面最成功的一个人 没有之一 他就是最 因为他昨天和今天已经创纪录了 我们知道今天啊 afterpay的股价接近70块 已经创纪录了 那么他30岁 他有13亿的啊 这个市值啊 就是说afterpay股票里面呢 他拥有价值13亿到今天呢 又涨了接近7% 所以那13亿可能就变成14亿了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小伙子非常厉害啊 长的是非常澳洲人啊 对吧 拍个照片就在自家门前面就拍了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朴实无华的澳洲人呢 才刚刚30多岁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也是同样的一个年龄层啊 跟他比还是差很多啊 包括这个13亿啊 连个零头都没有 所以说呢 还要向他们学习 那我们就要研究一下 afterpay这只股票 为什么呢 我们会在60块钱做空 左边呢 这两个啊 overvalue的 这个呢 评级是6月30号和2020年4月14号 分别是morningstar和高盛 给出的一个评级 那么底下有一个target price 就是目标价格高盛给出的是25块7毛 morningstar给出来的是32块7毛 而我们给出来的呢 是60块钱是被高估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给的估价估值 比机构给的要多得多啊 机构分别是25和32 我们给到的呢 是接近60块的一个目标价格 那么之前我们股评报告里也有过啊 说afterpay会履创新高啊 并且呢 是逼近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么在60多我们认为呢 它就会被高估了 其实呢 正常价格应该是在48到52 我认为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 那么60块钱开始做空啊 我们是跑赢了这些做空的机构 我相信大家是看不到 有多少机构在afterpay里面死得非常惨 让大家开心一下 在25块钱到32块钱之间呢 有接近5000万美金的空军啊 全部爆仓 也就是说空头在20多块钱到30多块钱区间 疯狂做空afterpay的股价 那么回到时间呢 就是在5月初腾讯刚刚入股后不久 那么很多美国的机构呢 开始做空afterpay啊 大约亏了5000万美金左右啊 这个呢 就是afterpay 目前根据当时的一个数据看出来的 那么后来呢 就没有什么空军了啊 因为全部被碾压出场 那么到最近呢 开始啊 会有一些小量的资金进场 可能也就几百万美金左右啊 去做空 但是呢 远远不及当年的盛事 为什么大家都已经怕了啊 当年那么多的资金啊 十几家机构在美国疯狂做空afterpay 结果呢 全被杀的啊 片甲不留 那么到今天的话 我们看到的结果呢 就是一飞冲天啊 今天昨天啊 都是大幅上涨 那么有没有人来质一质这个妖孽呢 啊 我觉得它长得已经非常不正常了 那么我们就要研究一下呢 到底市场跟我们有没有共性啊 到底是错在哪了 所以呢 有这个想法呢 我们就要先问一下 这家公司为什么很多人这么看好他 那也就是这个问题 什么样的股票值都我们去购买 我这里列了一个表格啊 那么我们给买入个股的一个原因 总结一下 右边的是打分 也就是说 我这个人呢 是比较理性的 我是理科生啊 我是做量化的啊 就是给他数量 给他一个一定要有个数字 有个比较 那么左边买入个股的原因呢 首先第一点 就是要技术垄断啊 竞争少 不能说哎 我开一家小小小店啊 对吧 我开一家小的超市啊 那么这个呢 不可能我们去投资你 对不对 我开一家饭店 我也不可能去投资你 因为市场上太多了 竞争太多了 所以呢 一定要有技术垄断 竞争少 那么Afterpay呢 他的竞争挺多的啊 他前面有银行 有信用卡公司 后面还有Z1P啊 一些小的先买后付的公司 所以说呢 打分6.2分啊 刚刚几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市场规模足够大 大家还记得A2呢 A2奶粉啊 一飞冲天 一直涨到今天还在涨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市场规模足够大 他能够满足几千万啊 人口 甚至呢 几个亿的人口的一个市场规模啊 如果说 比方说乒乓球 一家公司是做乒乓球的上市了 你说我们能投他吗 肯定不能 对不对 因为他上市的那一刻 他的市场和他的公司的规模 就已经是对等的了 他就不可能有继续的扩张啊 你一个卖乒乓球的 你全世界打乒乓球的就那么多人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这个市场 我就不能碰 那你是坐汽车的啊 那你的市场规模是足够大的 但是呢 做汽车行业的竞争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不能去碰那些车企 那么就是第一点和第二点 竞争少和市场规模足够大 那么A4的配呢 规模大不大啊 他的市场是足够大的 全世界的只要是没有亿万家产 或者几百万啊 几十万以上的 那么基本上都或多或少的 会用到A4的 尤其是大学生 我们都记得当年我们是学生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绰号叫做穷学生 对不对 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可能就是两千澳币 三千澳币啊 刚刚够温饱 你说这个时候你想买个东西啊 那么我们正常打工情况下 像老外其实很喜欢啊 就是自己养活自己嘛 不像我们中国有来自家里的一个支持 那么老外呢 基本上打工 用一些啊 先买后付的软件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呢 市场规模足够大 第三一定要能走出澳洲 现在能够对比下来的 我们就发现 但凡一直扎根在澳大利亚本土走不出去的公司 它的股价就永远是横盘的 我们回过头看 基本都是横盘的 那么但凡走出去的啊 像这个A2奶粉 对不对 就非常强啊 因为它能卖给中国 它能卖给美国 能卖给欧洲 只要能走出去澳洲 它的市场就不是两千万的市场 而是三个亿 十三个亿 十四个亿的市场 那么我们给它打九点五分 第四个呢 就是实现盈利 或可以实现盈利 那么这个问题呢 对afterpay来讲 是不太可能的 短期看 所以呢 我们给它六点八分 为什么不是五分以下呢 为什么这个不赚钱 还给六点八呢 是因为它是科技类的 金融类的科技公司 金融公司是怎么赚钱的 不是靠我现在能盈利 而是靠我沉淀资金的规模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做金融行业的 不是看啊 就像我们购买 大家很多资金 在我们的公司的信托账户上面 大家想一下购买 这个钱是怎么赚钱的 我们不能动这个钱 但是问一下大家 银行要不要给我们利息 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这么多的一个资金 那光利息 就是海量的一个利息 所以说呢 对afterpay来讲 只要它账面上 有大量的闲置资金 或者大量的人使用它了 它有这个转账 出入的转账 那么它的收益 就是隐性的一个收益 所以说呢 我们不要光表面上看 它今年是不是能盈利 它随时想盈利 它只要稍稍调高 一点点的一个收入 回报比 调高一点点的 transaction费 那么基本上就能 抹平它的亏损 那么第五呢 就是看它是否是必需品 像婴儿奶粉 那么它呢 就是必需品的一部分 对吧 那么像afterpay 对于少数人群体来讲的话 像学生群体 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生活中的必需品 就像我们用微信 用支付宝 用支付宝里面有一个功能 叫花呗 那么对我来讲 就是必需品 因为我需要用到它 所以呢 这个就是必需的 包括像银行的房贷 对不对 它也是一项必需品 那么给它7.8分 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是否会有群体 频繁消费 一定要是频繁消费 你说让我们大家 去买一个房子 我们可能就一次性 所以说呢 单个的房企 我永远都是不看好的 因为风险太高 只有当这个群体 是频繁消费的 比方说我们最近 一直在直播里面 喊到的像这种 女性的一些东西 像化妆品 女性的保养品 那么还有一些 像这个饮料行业 包括巴菲特先生 他一直喜欢可口可乐 那么就属于群体的 频繁消费 包括耐克公司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给它 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8.9分 因为它的公司呢 不是说我 路过一片草原之后 我把这个羊都领走了 而是当地呢 这群羊群呢 或者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呢 就会成为它忠实的客户 我们知道做生意 是有两类群体的 一类呢 是老客户 一类是新客户 像大家呢 听我们的网客 都是属于老客户的 就在我们这里呢 购买次这里 就属于频繁消费的 所以说呢 我们维护老客户的成本 相比于去开发新客户的成本 是低的多 但是呢 老客户给我们贡献的利润 是相当高的 所以说呢 当一个行业 什么是好的行业 就是说必须是由老客户 而频频频繁的 去贡献公司的一个利润 并且能使公司的一个价值增长 那么这个行业和公司就是好的 所以说我们给到8.9分 最后一个呢 就是利润率是否超过10% 那么对于金融公司来讲的话 这个指标呢 不是很有用啊 所以说我们给一个8.2分 那么对于商业类的其他公司 像房地产 像租赁公司 像只要是卖货的公司呢 我们就要衡量它 那么利润率越高 就证明这家公司的资本投资价值越高 我们对比两家公司 一家是茅台公司 一家是小米公司 这两个公司 大家都不陌生 那么大家可以猜一下 茅台公司的利润率是多少 净利润率又是多少 那么小米公司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又是多少 一个是50%到70 第二个呢 是10%以下 比如小米公司的利润率呢 不足10% 而茅台的利润率呢高达50%以上 所以呢 资本市场对于茅台的上升 是非常理性的行为 它从几十涨到几百涨到几千 都是很理性的 而小米公司的股价就迟迟在8块9块10块11块 上不去 就不可能到1000块 不可能到100块这样的一个高位 这个就是利润率 那么对于成熟行业来讲 利润率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因为利润率将直接决定了 你前面的这几个点 它是一个综合表现 很简单 我们是两家做生意的 两家烧烤店 或者两家奶茶店挨在一起 如果你的奶茶店的利润率是10% 你的是20% 对吧 那肯定是利润率低的 这个会卖的价格更便宜 那么在产品水平一致的情况下呢 我肯定会买这个价格便宜的 对吧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 劣币驱逐良币 所以说呢市场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呢 会持续的下降 因为你降的比我多 你就是可以降价 打压我的市场份额 所以说呢 以上这几点呢 我们综合来看的话 阿菲特是一家值得投资 值得去买入的公司 所以呢 这样一个公司呢 我们就看到市场上呢 是有机会的 因此呢 它的价格从8块多涨到68块钱 不仅是我们看到的机会 华尔街也看到了机会 但为什么华尔街的大佬们会在20多块钱到30多块钱做空这样的一只澳洲股票呢 赚了两倍就开始做空了 结果30块钱到40块钱的时候就全爆仓了 把赚的5000万美金全给赔没了 这个就是设计一个问题 就是觉得我到底值多少钱 任何的股票和公司都会有一个标准的价值衡量体系 那么这个呢 就是资本市场给他们长期以来定价的 就像我们找对象啊 找男女朋友一样 包括我们有孩子 小孩以后长大了 结婚 我们也要告诉他们 就是说 我们是根据自己生活背景为依托受到的教育 去寻找另一半 至少我们不要看对 不需要看对方有多少钱 不需要看对方 到底长不得好好看 但是呢 价值观一定要一样 也就是说 很明显 after pay 出现这种的情况 背后的主观意愿不一样 就是两类投资者价值体系是不一样的 只有出现这种情况才会发现 做空的人是果断做空 买涨的人是果断买涨 就是我们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衡量 阿斯佩这只股票 到底值多少钱的体系 平价体系 估价 估值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要回过来看 这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钱 衡量一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钱 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 首先我们要选择国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国家将决定这家公司在初期发展的一个试错成本 是什么意思呢 在中国我们做一家电 做一家电商平台 开一家网店 或者做一个小生意 很容易 比在澳洲容易 那么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感受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试错成本 第一是因为你付出的时间 付出的资本 要比澳洲低的多 在澳洲你要做生意的话 你估俩人 一年十几万 开个店 二十多万 三十三十五万欧币 没了 还要赚的钱 还有交税 那现在又到了财年要交税的时候 大家算一算 赚了钱还不够交税的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投资选择了 所以说呢 衡量股票市场价值呢 首先要看它是在哪个国家 很多人海外投资者一直说啊 中国的股票被高估了 或者是被低估了 我认为他们都很片面 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 所以说我们当了解了澳洲 美国和中国的政策环境 经商环境之后 我们才能够去判断一个国家的股票 到底是相比另一个国家 从市场规模 试错成本 运营成本等角度来考虑 到底是哪个国家更好 目前来看在未来的三到五年 必然是中国要优于澳洲啊 这两个国家肯定是没得没得跑 肯定是中国要优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 它的消费力是有多大 对吧 只要不啊 只要不是出现政治和军事上的冲突的话 那么经商环境肯定是中国要更优秀的 那么后面呢 就是澳洲和美国 美国现在已经存在一个严重的政治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能够长力啊 长期立足于世界第一老大的位置 后面其实是有很多人对他很不爽的 我凭什么你美国总是老大 老大了这么多年 一战二战的时候 打仗都没打到你的国家里面啊 你一直是派兵在外面洗绝 把外面的国家都搞得一团糟 然后你本国是没事的 所以说呢 我相信从执政者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们肯定会在下半年 美国特朗普大选的时候会出问题 而这个问题呢 将可能导致美国的政治导向 发生一个戏剧性的转变 很多之前说过的承诺 可能就要不做数了啊 所以说呢 美国面临一个转变 而这个转变将会导致 他国际公信力和国际地位的下降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不知道还会影响 到底具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 但是呢 未来的美国市场本土的一个波动 会非常大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选行业 从我们目前三月份到现在来看的话 整个股票市场或者金融市场来看 科技板块的上涨幅度是肯定大于医药行业 医药行业又大于金融行业 金融行业大于消费行业啊 消费行业又大于能源行业 能源行业是最惨的 全球消费不景气 对吧 所以说呢 消费和能源是垫底的 而金融是比较中性的 那么医药和科技呢 肯定是领头的 所以说呢 afterpay我们看到的 它是占据了科技和金融 那么就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啊 那么选个股 我们就刚刚已经打过分了 afterpay的分数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最终呢 就是确定它的价值 那么到底怎么去判断呢 我刚刚也讲过了 我们是有两套价值体系的 那么第一套价值体系 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那么我们先要知道 afterpay这家公司 到底是干什么的 到底是多大的市场 我们把它数字化 那么好了 我们知道afterpay呢 是先买后付啊 我就去Mayer 去David Jones买一件衣服 我现在没有钱 但是我想给我的亲朋好友 送一个小礼物 我可能花个500块 1000块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去消费 但是你说我拿afterpay 去买房子不可能 对不对 去买车不可能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限制 就导致了我们能够 把它真正的市场规模 给提炼出来 我们看到 澳大利亚afterpay的市场 已经饱和了 不再增长了 完全不再增长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还有Z1P 其他公司在竞争 那么它目前的唯一增长来源 就是来自于腾讯入股 可能潜在的啊 向海外的一些扩张 腾讯入股带来的 第一 第二就是美国市场 就是这两个变量 但是目前我看到腾讯 进入afterpay之后 没有太大的动作 所以说呢 在长期来看的话 三年以内的时间 afterpay和中国不会有任何的关系 这也是金融上的一个壁垒 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开放 一家能够提取做KYC的海外企业 在中国做KYC认证 什么叫KYC 我们给大家开户 大家在购买X做股票外汇交易 那么我们需要收集大家的护照 驾照和地址证明 这些私人信息 中国政府怎么可能把这些信息 让一家海外澳洲公司拿走呢 所以说afterpay 在中国通过腾讯开展业务的可能性是零 至少在三年内是零 所以说呢 这个中国市场不需要考虑 所以我们就最终判定 它唯一未来可以增长的市场 就在美国 那我们刚刚也讲了 美国市场中afterpay 你不可能去拿他买房子去买车 那能做什么呢 就是服装 服装和服务类的娱乐类的消费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 这些钱到底占多少 那么服务和服装 占整个全美消费的3% 娱乐占5% 所以说呢 这个市场是美国消费市场的8% 这是最大的 它就是到天了 也就8%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规模 而三分之一的市场规模 是由房屋支出 包括你还房贷 那么15%呢 是通过交通费用 12%呢 13%呢 是通过食品 就支出掉了 所以说呢 在消费领域里面 afterpay 能够介入的市场规模份额 就是8%左右 那么8%大概是多少钱呢 大概呢 是差不多2000块钱左右 2000块钱左右 就是说afterpay能够真正 因为你服装行业 底下还有各式各样的 你afterpay 它只做小额带 相当于是个小额带的公司 大概是1500块钱到2500块钱 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 就是人均 所以说呢 当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 我们再往下看 大家有问题 可以在这个question里面问 有人说 A2和afterpay已经不能假如了 因为假如的话 我们现在都已经财务自由了 这个是的 就是说我今天和朋友聊天也是 他说这个假如 今天我们就不坐在这了 大家都出去玩去了 都不用做生意了 也不用打工了 今年都赚几十万了 确实啊 afterpay换手率还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 真正能够从8块钱拿到现在 A2真正能从几毛钱拿到十几块的 很少啊 微不足道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只是把它复盘过来讲 那么现在呢 我是做空的 那么跟大家说一下我做空的理由 以及呢 这个股票我认为已经远远超出了 它的估值 就是48到52块钱 那么刚刚机构给到的是 25块钱和30多块钱的一个估值 并且机构已经做空了 全军覆没 那么我60块钱做空 能不能也全军覆没呢 就那么大家拭目以待啊 那么这个呢 曲线图就是美国居民啊 在过去啊 二三十年里面的一个消费增长 我们看到增长最猛烈的是医疗保健 也就是说 美国人民在医疗和保健领域的投入 是逐年增加的 那么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有体会啊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教育程度上升了 我们对于自己的保养 对于自己的身材啊 那么和我们的健康啊 养生这方面的付出的资金和时间成本是越来越高的 那么排在第二增长呢 是食品啊 我们人嘛 不就是吃好住好玩好吗 所以说呢 这些是稳定增长的 而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衣着呀 衣着的增长是最缓慢的一个啊 所以说呢 我们其实呢 今天大家看到的就是现象很简单啊 就是说我们可能去吃顿好了两三百块钱 吃顿大餐啊 比方说太太过生日 对吧 吃个三百块钱 四百块钱奥币 但是呢 你说我们男人啊 去买一件三百块钱四百块钱的衣服 其实还是很心疼的 给自己买 所以说呢 对于衣着来讲的话 男性的需求一直都是比较中性 或者是冷淡的 那么对于女性来讲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女性来讲 只是好看 适合好看啊 像Zara就非常的便宜 普花无石 对不对 那么大家去买的很开心 所以说呢 从消费的角度来讲 整个服装类 这一个行业的消费程度来讲 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很难有突破 也就是说 我不会为了阿富佩能多花一千块钱 而我去买一件一千块钱的衣服 这个是不现实的 因此呢 这种模式 它的消费群体和消费的金额都是比较固定的 我们大约是能够估算出来的 一旦有了估算 我们就能知道它的市场价值 而从今年和去年开始 我们就已经看到 16年开始 17年 18年 19年 我们看到 从16年到19年 包括到现在 现在最新的数据还没出来 但会更惨 就是说整个的销售 高价值商品的员工的工作时长 是呈下降趋势的 并且下降的非常猛烈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左边是08到09年的下降 那么右边的是16年到19年 也就是说当经济危机还没有来啊 现在是经济发生了一个重创 但是呢 19年之前还没有来 那个时候股市匆匆的涨 但是呢 高价值商品像这个呃 旅行电视 还有旅行社啊 车 卖车 卖首饰 这样的属于高价值的消费人群的呃 电源工作时间的长度是在下降了 就证明这些行业逐渐的不景气 啊 所以说呢 从中高端来讲的话 他的这个社会的整体需求是在下降的 因此呢 我们就不能碰这种股票或者相关的 那么美国贷款呢 我们知道阿富佩是一种小额贷款的模式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要看他的贷款 那么这个图呢 是信用卡和车贷 以及消费贷款方面的增速 我们看 看到了很明显 出现了负增长 并且负数非常厉害 20%的一个负增长 那么跟07年08年基本上属于雷同的 那么现在2020年呢 谁还敢负债消费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敢借钱去消费了 去买件衣服 我借一千块钱去买件衣服 我下个月的饭钱都没得吃了啊 工资都没得发了 都被开除了 怎么去买 所以说呢 我们的消费欲望呢 会降低了 虽然短期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但这个反弹会很快就趋于理性了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的社会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呢 整个消费贷和信用卡贷款方面的增速呢 都是降低的 那么阿富佩呢 就是做这个消费贷款的 对不对 那么他的竞争者都有谁呢 有银行 而银行呢 暂时没空去理这块市场 为什么 因为太小了 太繁杂了 就一百块钱 五百块钱 一千块钱的事 你想银行哪有工夫去理这个 对不对 银行里头都是大的 几十万上百万的房贷 或者是车贷 或者是公司贷款 那么信用卡公司呢 现在为什么 被踢出去了 或者是没有afterpay发展的 这么迅速呢 就是因为信用卡公司 已经认识到了风险 信用卡公司的风控是非常强的 信用卡公司 我们去申请一个 像我当时申请的 要给他看工资单 要给他看收入证明 对不对 我才可以去用信用卡 才可以会拿到一个信用卡 并且呢 我想从一万的额度提到两万 我还需要不停的去消费 所以呢 信用卡公司看到了所有的数据之后 他决定在未来 现在2020年和2021年 两年的时间里面 人们还贷的能力是在降低的 所以呢 他就增加了你 拿到信用卡的门槛 降低他公司的风险 所以呢 他本质上来讲是希望坏账低一点 但是afterpay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申请过啊 你申请的时候 就需要提交一个draver license 基本上就OK了 就一个draver license 你就可以拿到1000块钱啊 2000块钱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呢 他不在意人们有没有钱还 这就是目前的一个风险 他的风险是在累加的 afterpay的坏账率 未来肯定会非常高 所以呢 我们当得知了 就是说整个市场规模 是有限的一个情况下 并且呢 你参与的人数 消费者 你的顾客的总数量 是逐年降低的 那么随着疫情的严重 那么未来降低的会更厉害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股价还能涨得那么猛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违约率和贷款利率 我们看到了 违约率和贷款利率 其实呢 都是整体上升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你的估值到底是能给到多少呢 我们再看 他的几个大的股东里面 这个呢 是公开的一个数据啊 不需要我们从后台调 那么从公开的一个数据 能看到的话 就是日本的一家公司 三菱日联 那么他呢 在6月23号的时候呢 是离场了 931万股的数量啊 大概呢 是抛售了整个 Upt Pay市值的百分之一点几啊 就抛掉了 那么最近呢 其实跟大家已经讲过了 换手率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呢 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机构呢 已经沉不住气了 就慢慢的开始走掉了啊 那么庄家和散户的最大区别呢 就是庄家喜欢在 这个冷门股啊 这个股票还是冷门股 或者没有人很看好的时候 慢慢去炒 慢慢去赚 但是散户呢 像我们总是看 Aft Pay又涨了 6068了啊 明天会不会69啊 前面60块钱的涨幅 我都没赚到 那我后面赚个6块钱 总能让我赚吧 所以说呢 就会去追高啊 国内我们总喜欢去 抓这个叫什么 涨停板 对吧 赶死队啊 我们现在就是澳洲的赶死队 所以说呢 从整体来讲的话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市场规模 我们是能算出来的 那么Aft Pay呢 目前是在美国有效的使用人数 大概是500万 那么总的人群呢 大概是全球是1500万 而澳洲市场呢 只有500万 美国市场有1000万啊 这个就是他大概的一个数字 500万在澳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三个人 或者每四个人 就会有一个人用Aft Pay 所以呢 市场基本上已经饱和了 因为我们还要找到60岁 55岁以上的人不用 18岁以下的人不能用啊 去掉之后 你其实剩的就是七八百万 七八万人可能有500万 你已经用了你的Aft Pay 所以说呢 这个市场在澳洲不可能再大了 那么这个市场呢 按照估值给到他 也就是20块钱不到 20块钱不到的估值 那么美国市场 他是扩张了1000万 那我们再给他翻三倍 澳洲市场是估值 假设是18块钱 我们给他三倍啊 那么就是54块钱 按照目前的一个情况下 他最好的一个估值呢 就大概就是这么得来的 那么我们再去推算一下 美国有效的人群 究竟还能不能继续高速增长 就是我们已经把预期折现进去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今天68块钱的股价 我认为确实是高估了啊 所以说呢 机构可以走掉了 那我们作为散户呢 大家可以观望 但我绝对不建议大家去抄底啊 当然你想赌一把也没问题 反正我是做空了 那么我做空 Aft Pay和美国一家金融公司叫PayPal的同时呢 我也做多了很多股票啊 所以说呢 我虽然亏了 这个公司我虽然亏了10% 但我不怕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拥有TWE奔赴红酒的母公司 10块07进的 AMP NAN啊 这些包括China50 这些呢 都是我目前持有的多单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好的投资组合 至少在我这里是一个不错的投资组合 我80%的资金呢 是用做进攻的 20%资金呢 就是做空 是用来防守的 也说当经济或者是股票 突然下跌的时候呢 我有20%的资金 就是这种科技股啊 会大量大幅度的一个下跌 帮助我去对冲风险 而我选的这些股票呢 或者是China50呢 它的波动啊 会非常小啊 所以说呢 稳中求胜 那么大家呢 也尽量有一个自己的投资组合 我先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散户比机构更牛吗 十几家机构空 做空打不过多头 是啊 不是说每一个时刻 机构都是大于散户的 像今年6月份 5月份的涨势 其实很多机构是没有赚到太多钱的 很多散户是赚多钱了 因为散户开户啊 都是在4月5月6月开的户嘛 包括澳洲也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呢 就会资金就会追嘛 追涨杀跌 一直是散户比较擅长的嘛 所以说呢 不一定机构更牛啊 特殊时候呢 就是散户 如何看换手率 其实换手率呢 我们是在Bloomberg里面去看的 那么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我认为澳洲应该是有付费软件去看的 或者自己去算啊 那么在银行系统 或者跟我们的投 这个大家的投资经理去要 当天的一个整体的股价 股票的一个成交数量 比方说100万股 或者是200万股 那我们除以他的总的股票数量 就可以得出一个换手率 这个是可以算出来的 Afterpay在招募工程师给上海地区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啊 这个我没有看到 有可能是和腾讯做海外市场的一个对接 他不能在中国国内用 但是可以在海外 对不对 那么腾讯入股的主要原因呢 是腾讯想要走出去 走出海外 那么作为5%的一个股东来讲 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投票权 和派董事进入董事会的权利 那么进入董事会之后呢 他肯定是想要搭起 就是说腾讯 因为腾讯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阿里嘛 阿里有支付宝 腾讯呢有微信 对吧 都是支付系统 我们都知道他们也看中了 就是全球一共两大行业 能够做到指数型增长 一个呢就是IT行业 另外一个就是金融行业 那么你沉淀下来的资金呢 可以去用做干别的事情 很多事情可以做 对吧 比方说现在啊 大家融个100万 我们随便一个人拿到100万 我实在不行 我放在银行也可以 就是现金的力量还是很强的 那么阿里和腾讯呢 就是在海外市场会有一定的扩张 NAN最近能起来吗 NAN的话应该就是 我都没看啊 我是打算拿到8块钱 9块钱再说 那么现在应该是6块多 可以做波段 NAN可以做波段 6块以下买入 7块以上卖出做波段 如果大盘走高 大盘走高啊 可以适合做空的个股 有没有 就是这两个呀 Afterpay和PayPal 那么还有特斯拉 特斯拉这个不建议 大家空的太猛 有人问我赚的钱 主要是来自于股票 股指还是货币堆 其实都有啊 股票的话 我目前基本上 没怎么赔过 说实话 因为这么多年了 股票其实比较简单 因为大家买股票 能沉得住气 股指的话 我亏的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做股指的 这个交易量很大 相信听众肯定有知道 我风格的 就是50手50手的下 20手20手的下 当然了 我们最近有客户赚的很多 几百万几百万的赚 一会儿我有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图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几百万 还是很让我心动的 货币堆的话 奥纽是赚的比较多的 那么其他货币堆的话 是基本上是 55%到65%吧 是赚钱的 那么10%左右呢 我是就说中长线啊 现在也看不出来 是赚钱还是赔钱 Kogan算科技公司吗 KOJN呢 不算科技公司 他算是电商 就是电商算是科技公司的 他不能这么直接的去对标啊 电商类的公司呢 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线下实际行业 像迈尔这种公司 我们肯定就不能再买了 像JB Hi-Fi 我们就尽量少碰 那么JB Hi-Fi还好一点 因为他线上和线下的业务 基本上一半一半的 现在 Kogan呢 是绝对的线上大的电商 我们知道 中国有淘宝嘛 有这个拼多多 那么美国有亚纪和eBay 澳洲就是Kogan了 TWE上方压力位 是在什么价位呢 对于目前来讲的话 基本上给到11块8左右吧 就差不多不到12块钱的一个位置 大家要明天也跟着做空 After Pay 我们尽量一起 大家努力把它给打下来 相信我们散户的力量 也是很大的 那我就继续往下进行啊 还有一个内容呢 就是前天开始 我们也开始强调 就是做空中国的A50啊 因为在上周末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是颁布了一条 预警信号啊 也不算预警吧 就公告 那么就是允许银行业 进入证券类业 我就说大家 老百姓啊 在银行里的存款啊 以前呢 我们看到的是银行贵员 现在会发现银行贵员 摇身一变啊 变成了股票账户的 开户的啊 就像变成了我们这种人 那么大家呢 就不会忽悠 普通人或者是老百姓 把钱存在银行里 而是忽悠大家 哎 偷点股票吧 买点股票吧 就直接变成了银行 澳洲银行 CommonSec和CommonWall 这种形式 就是银行本身 可以从事证券业 那么其实呢 对证券行业的冲击 就比较大了 像大家 很多人 我相信大家呢 除了在我们这里有账户 在CommonSec那里也有账户 因为很直接 银行直接能开户 所以呢 即使他们没有额外的一些服务 没有券商的服务和支持 或者费用贵一点 但是呢 方便 对不对 大家呢 银行啊 也比较信任 所以呢 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会导致 中国的银行业 在未来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改观 那么他也可以从事投行业务 就是说给了他无限的遐想 本来就是亲儿子啊 现在又给了亲儿子 无限的一个可能性 不仅你自己能 印钱 还能自己印钱去炒股 你说这变不变态 所以说呢 未来中国的银行业呢 可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也就是希望中国在未来的 金融改革开放的一个领域 能够真正做到跟美国去抗衡 所以说呢 中国政府选择这样一条路 就是让现有的优势继续集中 集中在国有银行手里 让国有银行去尝试接触 或者掌握这些核心的一些技能 所以说呢 目前这个政策已经定下来了 我们看到的 就是现在中国的股市 一片上涨 中国红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右上角 就是消息啊 就给银行券商牌照 把券商牌照给了银行 所以呢 虽然是加大了社会的整体风险 我们知道 美国呢 在过去呢 一直是要把证券行业 或者是投行业 和商业银行业要分开的 那么中国呢 现在是给合并了 也就是说呢 风险是加大了 但是宁愿冒着系统性风险加大 也要把老百姓的钱放到股市上去的意图是什么 但这个大家自己想啊 不过多解释 再解释了这个视频又没有办法放在YouTube上面了 所以说呢 整个我们能够享受到的就是政策红利 那么在右下角呢 就是China50的一个上涨 如果大家没有上车 也不要紧啊 股票也不是说一天能涨上去的 那么在现在14500点 从前天到现在两天的时间 中国上证50呢 是涨了1000点 幅度非常大 接近8%的一个幅度 那么在未来呢 我觉得会涨到18000点 还会有30%的一个上涨幅度 而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买个股呢 第一个呢 是比较麻烦 那么如果大家手里在中国还是有股票账户的话 可以适当的买一点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看一下左边的指数 上证指数上涨2.13% 那么今天的上车A50是上涨了百分之三点几 深圳呢 是上涨了1.2% 创业版上涨了0.2%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呢 上涨幅度最大的不是创业版 而是China50 China50什么东西呢 就是里面都是权重板块 像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像茅台 那么这些公司的市值 目前是上涨速度最快的 也就是说很浓烈的一个信号 就是国家队 并且是大的国家队 是在进场的 因为别的资金 像我们几万块钱 你能把中国 中国银行拉上1%的涨幅吗 不可能 能把China50拉上去吗 不可能 能把China50拉的比创业版涨幅还高 就证明背后的资金是非常雄厚的 并且这一部分资金呢 是有命令 有指令的 一般谁会买中国银行 对不对 只有国家队 所以说呢 我们又很明确的能够看出来 今天中国股票呢 是券商类股票领涨 那么排在最下面的 这个左下角是东方财富上涨8.2% 那么我是在呢 在多少钱买的呢 在15到17块钱 差不多就买了很多的东方财富的股票 那么在中国一项都是银行 券商和石油 石油两桶油 那么是互盘用的 中国的中石化和中石油是互盘用的 那么券商呢 是打头阵的 银行呢 是拉权重的 大家记住 所以说呢 一旦券商板块出现一栋 就证明中国股市开始小牛市了 那么未来的话 我们就是说给到大家一个预期啊 就是说到年底 可能会涨30%小牛市 那么前提是中国政治稳定啊 那么我们能够去介入的呢 China 50呢 大家比较好的一个回财买入的点呢 就差不多是在14300点以下 或者14280点左右 也就是说把今天的一个涨幅回调 1.5%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呢 现在受到海外市场 美国股市随时有可能回调的影响 那么中国呢 在短期里面可能也会出现一个小幅回调啊 虽然说大家不急的买 但是呢 在下半年我们一定要关注A50 中国的方面的股市 那么除了澳洲啊 大家中国呢 也可以稍微的配置一点 或者是配置一点China 50指数 那么这个指数呢 非常不错 大家交易起来也比较简单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啊 这个就是China 50的一个股价走势 我想给大家讲的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欧元 欧元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放大一点看 这个图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能看到的 不是很清楚啊 我尽量表现的清楚一点 这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两个小箭头 那么它是两条线下来的啊 一条是蓝线啊 我画画画画 到这里蓝线结束了 然后呢 还有一条红线 我画画画画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红线 不是很清楚 是个趋向 到这里结束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这一刻啊 也就是说这个是7月2号 平台时间11点54分 我们现在是平台时间13点54分 就两个小时前啊 大概是6点55 今天晚上6点55 澳洲时间60点55的时候 欧洲是要出一个数据啊 欧洲出一个数据 那么一般数据的行情怎么做呢 我在这个时候呢 同时开了两单 一单是买涨 一单是做空 同时开两单 那么买涨的这单呢 我把止损放在哪里呢 我把止损放在这里 这叫止损 这是买涨的止损啊 就是说我赌他上涨 那么我会有个止损 那么止盈空单 我不是还有一个空单吗 对吧 我还有空单 那我止盈在哪里呢 我止盈在这里 这叫止盈 也就是说当他下跌的时候呢 我的止盈比止损要离得远 所以呢 整体下来的话 大家会发现 哎 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止盈呢 正好是在这根黑线这里 啊 我们看到这有两根 会有一个大的粗的黑线啊 这个 我给他画出来啊 就是这个 这样的一个黑色的粗线啊 对吧 是原来就在这个图上面 这个呢叫维加斯通道 那么正好呢 我的止盈呢 可以打到这个黑线上面啊 我就设在这里 那么结果是呢 公布了消息数据以后呢 啊 这个欧元对美元呢 一路下跌 那么很快就打掉了我的止损 那么因为他消息啊 消息 我们给出的消息的一个震荡区间啊 那么上面的是1.30 1.30 下面的是1.1280 比如说大概是20点 因为这个消息不是很重要啊 所以说我们给他一个 20点的一个震幅 对吧 当我们确定了震幅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 哎 正好这里有个黑线是 阻力位啊 或者叫支撑位啊 这里会有很多 你看 我给他清理掉 啊 就是这里 大家看一下啊 我在中间描黑圈 这个地方 就我指引离场的地方啊 为什么设在这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呢 他一直在这震 对不对 对吧 一直震荡 到这的时候 才开始又往下跌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黑线呢 告诉我们这里呢 会有很强的一个支撑 那我们指引就设在这儿 正好是20点 那么这里呢 我们的多单的一个止损呢 就是15点 所以呢 对于这种行情来讲的话 我们有5点呢 是大概率啊 基本上是99.99%的一个概率 会赚到钱 那么这个呢 就是做行情啊 以前也是做过类似的 这种钱呢 就比较容易赚啊 因为大家总说 讲股票 现在很多外汇就不太讲了 其实外汇呢 啊 做消息的时候 就会比较累一点啊 但是赚钱是稍微比较容易一些 好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问一些 AMP现在价格可以入手吗 AMP呢 我一直认为是被低估的股票啊 AMP的话 现在呢 是 1块8毛5分钱啊 我把它换成日线 大家可以看到啊 昨天竟然又涨到1块9毛几 就很明显啊 其实呢 我们看到的图形呢 就是跟我们的判断是基本上一致的 就是这只股票是一个被低估的 我们看到这儿上涨的时候呢 是上涨的非常快的 从最低呢 1块1到现在的1块8毛5 也是涨了80%左右 那么这一段下跌呢 是被迫平仓啊 就是说机构 因为AMP是我们澳洲最大的养老金公司 AMP 所以呢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呢 很多机构啊 是被迫要把它给卖掉 因为在机构买 他买的太多了啊 所以说呢 没钱了就只能卖股票了 当时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后来又必须得买回来 所以说涨幅呢 也比较大 现在呢 我看到了还是一个多头排列啊 所以说他呢 从技术上来讲 不会有太大问题 你要说买入点的话 最好呢 就是1块8以下 就回踩一下蓝色的线嘛 因为我不喜欢追高 未来几天 澳洲200指数 APX APX最好是在24块钱以下啊 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估值 当市场不冷静的时候 像现在啊市场就是不冷静了 大家想一下 我们想一下 疫情还是这个情况 他怎么可能股市上涨那么多呢 就很明显市场是不理性的嘛 再加上钱太多了 大家都把钱投到股市上去了 这个也印证了我们之前的说法 就是大家呢 觉得股市是投入最小 流动性最好 投入小 流动性好 可能的回报高啊 上哪找这么好的事情 你做个生意 还要招人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所以钱就来了 那么当风水不好的时候 大家觉得哎呀 我是不是应该休息休息 那个时候潮水退去的时候 也会很快就给我们新的入场机会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不要盯着现在涨了 那个钱就不是我们赚的 我们赚的像我就很老实 就从18块钱涨到30块钱 我就走了 那30块钱涨到34 跟我就没关系了 那我后来我也会做空 就是我们认定的市场最终的 是回归于价值理性的一个区间 那么呃 看到50的买入点 刚刚跟大家说了 就是14000多少来着 啊142008啊 142008会比较好 然后asas200呢 是大家应该比较关注的 这个呢 因为呃 为什么关注呢 就是因为他呢 是我们澳洲大盘的一个指数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呢 他又小和才露尖尖角啊 又上到了这日线 日线的话 他又上到了这个黑线啊 就是说黑线以上 如果他能在黑线上站上三天的话 那么澳洲的股市呢 其实还是强有力的 我们也知道 现在美国股市 是大气球熊丝 我把它变成四个图 啊 变多了 不好意思 变成四个图 那么一般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怎么看这个图呢 呃 我会选择四个股票指数 比方说啊 是达斯扎克和美国以及澳洲 那么我左上角是澳洲 所以右下角是澳洲 换一个模板 右下角呢 就是澳洲的一小时图形 那么左上角呢 是ws30呢 就是道琼斯 一小时图形啊 把它调一下 稍微小一点 然后呢 右上角呢 我变成黄金的 右上角是黄金的 那么左下角呢 是谁呢 是 现在是九点啊 现在九点应该是 德国欧洲开盘的时间 但是无所谓 我就换成 美元好了 好了 那么 这个四个图呢 就是大家 就是基本上是需要同时看的 那么我都换成一小时图形 为什么要同时看呢 就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有一个参照物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就是美元指数上升的时候 黄金下跌 黄金下跌的时候 指数是上涨了 我给它换过来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就最后就讲这个 我们就休息啊 睡觉 这个呢 左上角是黄金 右上角是美国 右下角是澳洲 左下角是美元 我们先看右上角和右下角啊 那么都是一小时图形 我把它的大小也调一下 保持他们两个的大小是一致的 好了 那么现在呢 大小都是一致的了 最近呢 我们看到了啊 这个我先画它的图形啊 这个右上角啊 大家看一下啊 是先下跌对吧 跌破了这个黑色的线 然后呢 上涨 然后又下跌 又上涨 对不对 好了 我们看一下澳洲的 先下跌 上涨 下跌 上涨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澳洲的这个呢 下跌的时候呢 它是有个底部的 对吧 而美国下跌呢 它的底部呢 是创了一个新低 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刚刚的就是澳洲的股市表现会未来比美国要好 而中国要比澳洲好 就是通过这上面来看出来啊 其实我没看这个图我就知道 但是呢 大家可以拿这个图来做一个辅助判断 在未来的表现啊 就是说中国会好于澳洲会好于美国 很明显的就是说 当跌的时候 美国跌的最猛 澳洲跌的少 那么上涨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从这儿啊 从这儿开始上涨 那么澳洲是右下角这个图上涨这么多 对不对 那你美国啊 这儿一个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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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没突破呢 上得很慢 而澳洲的阻力呢 一个两个 第三个阻力就已经开始突破了 那么到现在呢 已经是涨了很多 那么这也跟白天啊 这上涨呢 是白天的时间段啊 所以说对美国的影响会稍微少一点 这个呢 就是怎么去判断一个股市 在未来哪个国家会更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做一个事情 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买入 buy 买入澳洲的 然后呢 sell 做空 美国的 对吧 我们买入澳洲 啊 我们假设在任何一个点啊 就假设在这个最低点 我们买入澳洲 我们涨了这么多 涨了这么多 那我们做空买做空美国的 我们亏的要少于澳洲的 就是说找一个相对的 这个就是投资组合 其实机构就是干这个事的啊 就是什么量化交源都是干这个事的 就是降低风险 选择风险低的套利空间 那么好了 我们刚刚看一下是这个股市呢 是一个W型啊 W型的一个上涨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黄金 是不是一个M型的下跌啊 我们看一下M型的下跌和W型的上涨啊 对不对 那我们看左上角是黄金啊 我先上来再下来 对吧 踩到黑色的线啊 这是黑色的线 对吧 踩到黑色线 然后上来啊 又下来 然后又一个上 又一个下 所以呢 他多了一段 但整体呢 也是一个基本上可以理解为M型啊 因为是有三个M啊 两这个算是一个半吧 一个一个半M啊 就是三个小帽子 三个小帽子 那么我们看一下 右下角的这个澳元的澳洲的这个指数啊 是一个W对吧 然后又一个上涨 所以呢 他基本上是相当于是两到三个小的上涨 而黄金呢 是有个三个锅盖 帽子这种下跌 所以说呢 我们就很明显 当我们选择买涨黄金的时候 其实就做空了股票 它的有效性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美国就更明显了 美国跟这个黄金啊 美元跟黄金左下角啊 左上角是黄金 左下角是美元啊 一个大的帽子啊 对吧 黄金是一个大的帽子 第一个 那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啊 一个大的V 对不对 正好是对应了他的大帽子 对不对 啊 然后呢 黄金 黄金又一个大的帽子啊 那美元这是一个小V 对吧 这有个小V 那好了 黄金又来了一个大帽子啊 那后面是不是美元要涨了呀 对吧 美元后面的这个帽子啊 就是这个小V啊 还没出来 所以说呢 美元后面上涨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而黄金呢 下跌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预测 就是说相对的一个参考物 来判断它大概的一个方向 如果跟我们做出的一个决定方向是一致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去下的单子多一点 比方说我平时下一手 那现在可以下两手 那如果方向是不一致的 我们可以下0.5手 0.2手 对吧 希望大家明白了啊 这个不是特别难 好了 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时间的原因啊 黄线 不是 红线和蓝线是什么 红线和蓝线呢 都是均线啊 就说叫什么 就叫均线啊 平均线 欧元和日元呢 因为时间关系啊 这个 我看一眼吧 其实欧元和日元的这种交叉盘的风险 风险我认为不可控 不是说风险高啊 而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对待它 欧元和日元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 又要考虑欧元去 欧元去多少个国家 对不对 欧元呢 又受美国美元影响啊 又跟美国挂钩 而日元呢 又跟黄金挂钩 所以说呢 因素太多了 我总觉得买欧元对日元的这种东西交叉的交叉的太厉害了 太有挑战了 不是我的风格 黑线是怎么出来的 黑线的话是 呃 是这个 怎么出来的 那我点一下 我比方说我选中这个欧元 那我点插入 然后呢插入里面有指标 指标里面呢 大家看左上角啊 指标里面有这个 呃 有技术图形 啊对吧 有技术的这个图形 其中呢有个叫moving average 就是移动平均线 啊是在这里啊 左上角我已经画出来的是英文 大家没关系啊 可以跟我们同事要这个模板啊 跟我们的小助手要这个模板 直接把模板加载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 呃就会出现一个169 然后黑色的 我想调成黑色的红色的都行啊 就自己调就行了 啊所以说呢 这个呢就是这么来的 好了这个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又是100多号人 呃有的时候特别特别想给大家发个电影票啥 但是现在一想 哎电影票好像现在不能去看了 呃那发个礼品卡呢 呃感觉对吧 是吧这公司也不给批了 所以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大家 每天晚上或者是经常关注我们 然后现在呃大的行情就基本这样啊 今天主要是讲了一下这个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就是说什么样的股票值得买 然后呢你要怎么去给他定这个价值 然后呢行业股票国家啊价值的一个选择 以及呢呃给他股票做一个打分 然后呢深挖一下他的竞争里面 他有没有什么核心的东西啊 他背后的这些数字背后的到底是能赚多少钱 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做多也好做空也好啊就无所谓了 那我们正确率就会很高 哪怕这一次我们错了对吧 哪怕这一次我们错了 还有这么多可以赚钱的 另外呢就是投资组合上面 我们不要把钱压住在一个产品上面 我们要压的多一点啊 哪怕三个五个或者十个 只要我们的精力够我们就尽量超过三个啊 有股票有一点外汇啊 像这个家园对瑞士法郎啊 我就长期持有因为非常好这个东西 又稳定啊 那么中国China50呢 我们其实是赌的中国的国运 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对吧 也不希望中国未来很差 那么股票好一点对大家都好 所以呢我们就分散一些 有医药啊 NAN是医药 AMP是金融 TW是红酒 我就全分散了 我基本上是不会有一样的股票买 同一个行业的股票买两个 我是不会的 因为就重复了嘛 好了 这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这么多啊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还有问题就是啊 非常抱歉 无法解答都9点12了 谢谢大家啊 祝大家有个好的 愉快的晚上 虽然我们也不能出去玩 对吧 大家不能出去 闲逛了 但是还是陪陪家人 陪陪我们的父母打个电话 对吧 相信很多的华人 这个在国内的父母也很担心 我们墨尔本的疫情 给他们联系一下 最后再祝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就晚安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